HELLO 大家好 我是汉萌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今天是2020年12月29日來往這款《零蛇奇緣》 這是一款由分隔國際代理的白蛇傳IP 仙俠MMOV RPG 於12月29日雙平台隆重上線 遊戲代言人樂福夢落語 以經典傳說白蛇傳為故事背景 遊戲中我們將與白蘇貞、許仙、法海等人互動相遇 進入遊戲後可以選擇墨爐、清卵、貪婪等其中一項職業 人物模組還是常見的免洗模組 沒有太大的特色 視野方面為45度的固定視角 無法自由旋轉、拉遠鏡 跟著出現開始我們的自動打怪 從中備做起免洗之力 以免洗MMO來比較的話 大概屬於上中下的下 搭載有找代言人以及廣告宣傳 無力方面有送VIP時打怪掉圖子卡 接著就是我試玩的遊戲 幻滅與體驗 OK來吧 那今天是12月29日啦 來玩這款零蛇七元 今天全面上市 好這邊有一些好康大放售 預約50萬喔 算我一個啦 我有預約 昨天就先下載好了 好常見問題 代言人的話是熱斧 那這位台灣藝人 是那個showgirl出來的 好像之前有在那個 全民最大黨 當舉牌的 模特兒吧 還有當啦啦隊啊 台灣職棒啦啦隊之類的 然後演一些戲這樣 然後演一些戲這樣 suev7 1-9 然後這邊有影片可以看 影片的話不是遊戲畫面 是他拍攝的影片 好跳過 來吧 免洗MMOBA 看這個樣子 呃 模組非常免洗 清卵是不是 清卵 然後這個是貪狼 好 墨服 墨爐 我們玩個貪婪好了 每次都玩女角也沒意思啦 那個女角都沒洗模組 嗜血狂暴 好 第二天有翅膀 第三天有小惡魔 喔 每天都有東西啊 臉書有在 不知道找他 還要找誰啊 還要找其他人喔 什麼孟若君的影片 孟若君 我不認識 要查一下才知道是誰 好 免洗之路開啟 所以我們大概玩個15分鐘以內吧 零蛇的話就白蛇轉嘛 欸 畫質感覺可以再調一下 因為這個句詞比較明顯 我先調一下 讓他會 不自覺的往前衝 這可以再調一下下 畫質可以再調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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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像不會一直往前衝欸 還不錯 往前衝太尷尬了啦 自動遊戲都這樣 自己對話喔 一點點改善而已 這邊有四個技能 隨著等級開 這邊是貴族一禮包 貴族三禮包 好奇怪喔 那可能貴族禮包會送吧 沒有語音齁 剛剛那個都是語音包而已 無極簡仙 這跟剛剛許仙有什麼不一樣 你告訴我 明明就長一樣 剛剛許仙也是那個臉 所以我常常說這個就超迷襲的 某組都長一樣 只有衣服的髮型阿 衣服阿 顏色不太一樣這樣 好女蛙 現在女蛙還是女窩阿 還是都可以阿 女蛙 女蛙 小青 請根據提示 進行操作 請根據提示 進行操作 繼續操作 然後咧 成為這個就要花錢阿 我沒有錢 人妖殊圖 呵 法海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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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海在別的遊戲 是那個 會出現另外一個角色 得上的一個角色 也可以選 就這種免洗遊戲 有時候會有一些 新的角色跑出來 比如說小蘿莉阿 拿鐮刀的阿 或是 任務空阿 一隻猴子阿 或是靈正音阿 一個道士阿 新角色 現在我們就有三個角色阿 擊敗深海惡嬌還是惡嬌 小心一點點 音效有點大聲 我比較不喜歡用那個 真人的那個圖片阿 或是 影片阿 去做開頭阿 或是做我的封面 即便他說他有找人 找一些藝人代言 我也很少用 我覺得那好 蠻奇怪的就是 因為我的頻道都是 遊戲嘛 讓你那個封面 突然有一個真人跑出來 我覺得怪怪的啦 他的那個背景音樂 你看這邊有 有猴子有沒有 他的那個背景音樂 有點小聲 然後音效比較大聲 可以調整嗎 可以調整嗎 剛剛我們看設定裡面 有沒有可以調整 他只有開關而已 你不能細細像調整 好吧 那我們就 小心點好了 背景音樂就會很小聲 不然那音效有點大聲阿 離山娘娘是幹嘛的 我不知道 他這個 我覺得他就是找了 這個代言人不夠大牌 起碼我 我沒有很認識 之前這禮拜 比較大牌是那個 還支援代言的那個 三國遊戲阿 然後還找一堆網紅來直播吧 直播主來直播一下吧 那個那個藥紙 就是特效藥而已阿 就是讓你突然有人氣這樣 宣傳完之後 遊戲如果不好玩 人家還是厲害阿 因為那些直播主 又去做下一個工商代言 他們根本不會玩 除非你有長期給人家錢 他才願意花錢 花時間一直玩 還有貴族了 貴族開啟之後技能也開啟了 守護小鴨通常都是加經驗值阿 就是你通常你的裝備上 會有一個可以增加經驗值的繞具 這邊看的到嗎 看不到我的裝備阿 好這裡有沒有 OK這邊是你要有經驗加20%有沒有 然後PVE有一些BUFF 因為在別的遊戲可能是小惡魔阿 或是小天使阿 我一看就知道它的功能 雖然我們一起遊戲沒有說玩很多 但是我每次都會玩開頭 大概也知道它有哪些功能阿 像它有那個收集套裝的功能吧 收集完之後你的衣服會變色阿 剛剛不是有秀出來嗎 在哪邊 你看第二天是小惡魔吧 喚醒 你看這邊 就是你收集一套之後 你啟動之後那個造型就會稍微改變一些阿 哈嘍你的你的大頭照變成一個按鈕了 也算厲害吧 努力了那麼久終於有代言的機會了 大家不要想說那些直播主好像很容易代言 應該問說有多少人在做直播阿 對不對 那人紅的都是金字塔阿 沒有三兩三是不會紅的阿 那 那 就他們在吃 吃帶 是那個工商這一塊阿 一般的小咖應該是沒什麼機會 人家也不認識你 都是努力的恩恩年阿 恩年阿 跟那個藝人代言一樣 都是當C咖B咖當十幾年喔 然後三四十歲才代言 請根據提示進行操作 就是我們玩遊戲的這些代言的一些藝人嘛 每次我看到都是三四十歲啦 之前那些納豆有代言 結果代言完之後就出事了嘛 就中風了 然後小鬼也有代言 但是也出事了 請根據提示進行操作 KID阿 小鬼阿 木夜市超玩的 台資選 還有一些女藝人吧 一些老的一些明星什麼 都四十幾歲還在代言 所以這個應該三十幾歲吧 這個應該三十幾歲吧 我看一下喔 三十四歲 好 他算是演員吧 只是出道的時候是修歌了嘛 因為二十幾歲沒有那個 名氣阿 只能先修歌了這樣子 好我們現在六一了喔 這麼快 不知不覺 騎著一個戰馬 打王必報 收集實踐裝備 這款MMO跟一般玩到的MMO迷襲 就差在有代言人這樣 有一個找一個代言 其他都一樣 玩起來都差不多 同樣的那個 軟體去寫出來的 開發遊戲的軟體去做出來 變身一下 變身一個很大隻 你這個人幹嘛一樣跟我一樣變身 還有一個秒數 時間到就沒了 好 好什麼差不多了吧 就是世界地圖 你看 我們新手 江天禪室 然後到這個冷烈谷 這個是簡體 轉繁體之後變成一個盜谷的谷 這邊還有一個 靈霄成交 然後我們要去靈霄成 應該是我們組成啦 這個遊戲等級很高啊 快到3000等了 我也沒有很意外 應該說我沒有很驚訝 沒有很驚訝 因為有的遊戲確實會到好幾千等 他等級跟喝索一樣 一直飆 我們要去雷封塔 雷封塔 雷封塔是不是把那個誰封住的啊 白蛇 被關在雷封塔裡面 就小時候都會看嘛 我就忘記小時候看的那些劇情 小時候那些歌仔戲還都會演不是嗎 歌仔戲 看歌仔戲的觀眾都已經不在了 怎麼說 小時候那個阿嬤都看歌仔戲啊 那 歌仔戲就沒啦 因為沒有觀眾啦 沒有群眾 他們就只能去 國外演出給一些海外的華人啊 什麼的 變成一個劇團吧 就沒有在電視上演 簡單說歌仔戲她是一個劇團 要養好幾百人 楊麗花歌仔戲對不對 對對對 對對對 她搞不好以前有演過 白蛇轉 然後就 首先 許仙一定是女的 因為歌仔戲都是小生嘛 小生就是要反串啊 女生要演小生是不是 以前小時候看那個歌仔戲好像多女的耶 沒有男的 就是女生也是演男生啊 就有一些什麼 只要是有愛情都是兩個女的在那邊演 我小時候不太懂啊 但是長大就覺得想一想他們可能有一些 可能有一些同志關係是不是 應該有啦 畢竟日久生情嘛 是不是 是這樣嗎 許仙跟白蛇 白蛇叫什麼 白樹針是不是 好像是白樹針 修煉之地第一層 OK這邊 練等級 等下練到80等 好那我們就玩到這邊 待會我會繼續 繼續玩啦 剪個片頭這樣 遊戲介紹一下 因為我不太可能用那個 跟他那個 真人版的影片去做片頭 那好奇怪 跟我遊戲的風格不太一樣 好的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 按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囉